南州 万石城 传颂镇中枢州 一道阵法光芒闪过 一只呆萌可爱的大白猫从传颂镇中跑了出来 吞天虎回到万石城后 静止朝楚剑丘的府邸跑去 老大 老大 突破到小通玄境后去了 吞天虎跑进楚剑丘的府邸中兴奋地叫道 这次他突破到小通玄境后期 完全是水到渠成的 没有半点的勉强 也不是刻意炼化那血同怪物和吞食的 那些铁齿地魔鼠的血肉而强行突破的 所以他这次的突破根基扎是无比 毫无半点的隐患 在突破小通玄境后期的第一时间 吞天虎便立刻跑回南州 向楚剑丘汇报 反正 青阳宗遗址那条深渊中的铁齿地魔鼠 高端的战力基本上已经被他给扫光了 剩下的那些铁齿地魔鼠也难以对玄剑宗那些高手产生什么很大的威胁 他如今留不留在那条深渊中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所以吞天虎这才这么放心地跑回来 白衣楚剑丘揉了揉吞天虎的脑袋 微笑着说道 吞天虎 很好 你现在回来得正好 你赶紧进入松拳秘境一趟 到玄剑宗的训练教场去 防止难攻难选那婆娘发疯 好的 老大 吞天虎闻言 二话不说 立即掉头就跑 他也不问白衣楚剑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反正老大吩咐他干什么 他直接就去做就行了 松拳秘境 在南宫燃雪疯狂地进攻下 楚剑丘操控那具半部通拳镜的暗魔族傀儡 支撑的不由有些左肢右处起来 这具傀儡虽然皮糙肉厚 但是论其真正的战力来说 与南宫燃雪相比 毕竟还是相差太大了 在南宫燃雪如此疯狂地进攻下 长久下去 楚剑丘根本就抵挡不住 眼看着按照这种情况下去 在过不了一展察时分 楚剑丘就得败下阵来 若被南宫燃雪击败 少不得要挨一顿暴揍 楚剑丘一开始时 还有几分心惊肉跳 虽然他击败南宫燃雪 有不止一种手段 但总不能为了和南宫燃雪置气 而让金龙分身出手吧 以他第二分魂如尽的神魂之力 可无法对金龙分身的出手力道控制自如 若是一个不小心 恐怕一击之下 南宫燃雪就得香消御运 楚剑丘自然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而燃雪秘书的后遗症太大 楚剑丘也不可能在和南宫燃雪的切磋之中使用 这就使得 楚剑丘的杀手锏虽然不少 但是却一样都无法对南宫燃雪使用 因为那些杀手锏 要么威力太大 要么后遗症太大 要么就是像轻衣小童这种 楚剑丘暂时还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底派 所以今天他操控这句傀儡 要是打不过南宫燃雪的话 只能老老实实地挨一顿揍了 不过很快 楚剑丘就淡定了下来 不再像之前那么气急败坏地让南宫燃雪停手 南宫燃雪见状心中不由一阵狐疑 这家伙又想搞什么鬼 楚剑丘的手段伪实是太过层出不穷了 只要他一表现出异样 就让南宫燃雪不得不心生怀疑和提防 在和楚剑丘一场场的并肩作战过程中 南宫燃雪可是亲眼见到 像血同怪物和按摩玉珠那样的强大无比的敌人 就是被楚剑丘那一个个厉害无比的杀手锏给阴死的 算了 不管了 先把这家伙击败拿下再说 南宫燃雪很快就把心中的怀疑和顾虑给抛到一边 眼看着用不了多久 他就能够击败楚剑丘了 南宫燃雪那双美眸之中 顿时不由露出一股强烈无比的兴奋之色 想到可以把楚剑丘痛痛快快地揍一顿 南宫燃雪心中就觉得说不出的痛快 只是就在南宫燃雪心中得意和兴奋的时候 忽然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喂 我那贼婆娘 你这是想干什么呢 还不赶紧给火爷住手 南宫燃雪听到这道嗡声嗡气的声音 敲脸顿时不由一僵 他忽然感觉 这道嗡声嗡气的声音居然是如此的讨厌 南宫燃雪粉面寒霜地 转头朝那声音望了过去 忽然见到一道白色影子 犹如一道闪电一般朝这边击射过来 只是一瞬间 那道白色影子就已经到了身前 南宫燃雪见状心中不由一惊 好快的速度 等到那道白色影子 在他身前骤然停住的时候 果然就是那头该死的蠢虎 不过 当南宫燃雪看清楚 吞天虎身上散发的 那股可怕无比的气势之后 他心中再次大吃一惊 这头蠢虎居然又突破了 吞天虎由于刚刚突破小通玄境后期不久 身上的气息还无法做到收敛自如 加上吞天虎有意在南宫燃雪面前炫耀 并没有刻意去收敛自己身上的气息 所以南宫燃雪一眼就能够看出他此时的修为 南宫燃雪本来还想仗着自己突破小通玄境后期 和这头蠢虎摆一摆手腕 但当他见到 吞天虎也突破到小通玄境后期后 南宫燃雪瞬间就怂了 这蠢虎的战力之可怕 南宫燃雪是非常清楚的 在同一境界之中 基本上没人会是这头蠢虎的对手 即使是暗魔狱主 那种曾经达到过天际战力的恐怖强者 都无法与这头蠢虎在同一境界中争锋 就更不用说他了 他最接近天际战力的一次 就是在半步通玄境的时候 等到突破小通玄境后 越往后要想达到所处境界中的高端战力 便越难 南宫燃雪感觉 以自己现在的战力 是否能够达得到小通玄境后期的地级战力 都还两说 就更不用说达到小通玄境后期的天级战力了 南宫燃雪虽然感觉很是不甘心 毕竟眼看着就要拿下楚剑秋了 但又吞天虎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情况下 南宫燃雪却又不得不憋屈无比地停下手来 这头魂不领的蠢虎 本来就千方百计 想找机会对自己动手 要是自己还不停手 岂不是给了他对自己出手的借口 以这头蠢虎现在可怕的实力 自己估计连他一招都挡不住 老大 要不要按出手帮忙把这贼婆娘勤下 任由你摆布 吞天虎身形一闪 窜到楚剑秋身边 满脸讨好的说道 这贼婆娘的姿色不错 应该很合老大的胃口 如果自己帮老大把这贼婆娘拿下 应该又是大功一件 所以吞天虎对于此事很是热衷 以他现在的实力 邀想擒下南宫燃血 也就是伸伸爪子的事情 春虎 你敢 南宫燃血听到这话 顿时怒视了他一眼 愤怒无比地叫道 去 贼婆娘 在这里吓唬谁呢 吞天虎闻言 很是不以为然地 挥了挥爪子 说道 就你现在这么点实力 火也站着让你看 你都上不了火也半分 吞天虎这话 还真不是吹牛皮 他的肉身防御力 本来就极其强悍 在吞了大量的铁齿蒂魔鼠之后 把铁齿蒂魔鼠 那恐怖的肉身防御的血脉天赋 也继承了过来 此时吞天虎的肉身防御力 已经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 他在肉身防御方面 比起他的攻击力 都还要恐怖的多 恐怕即使是一般的大通玄境 中气强者 都难以攻破他的肉身防御 伤到他 就更不用说 南宫南雪这样的 小通玄境后气无者了 楚剑秋 你要是敢让这头蠢虎 对本宫乱来的话 本宫绝对不会放过你 南宫南雪见到 威胁不了吞天虎 顿时又转而威胁楚剑秋 楚剑秋听到这话有些无语的 看了南宫南雪一眼 南宫南雪 你尽管放心 我对你没兴趣 楚剑秋摆了白手 说道 说着 楚剑秋一挥手 收起了那具高达万丈的傀儡 将吞天虎招了招手 说道 吞天虎 我们走 是 老大 吞天虎应了一声 一人一虎 顿时朝着黑山城方向飞去 楚剑秋 你给本宫站住 你把话说清楚了 你刚才那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南宫南雪听到楚剑秋那话 顿时气得翘脸通红 对楚剑秋恼火无比的喝道 什么叫做对本宫没兴趣 这意思是 本宫长得入不了你的法眼 这对一向心高气傲的南宫南雪来说 哪里忍受得了这样的轻视 只是楚剑秋根本就没有理他 依然和吞天虎自顾自的 朝着黑山城的方向飞去 南宫南雪见到这一幕 顿时不由气的 一枕发晕 他身形一闪 咬牙切齿的 朝着楚剑秋的身后追了过去 楚剑秋和吞天虎 刚回到万石城 恰好就遇到了济山亭和济山亭带领一众济山王朝的武者过来拜访 济山亭此时已经是小通玄境后期的修为 跟他们一起过来的济山明和济山仪 也已经突破到了小通玄境初期 当初济山亭带着大量的荒谷气息返回济山王朝 济山庆只是使用了一部分 而并没有像高和昌那样 把高和营秀带回去的荒谷气息 全部一个人给炼化了 济山庆把剩余的那些荒谷气息 分给了济山王朝不少的半部通玄境的高手 这使得济山王朝有不少的半部通玄境高手 成功突破到小通玄境初期 现在济山王朝 光是论起小通玄境武者的数量 已经不输于高和王朝了 只是在高端战力上 济山庆这个小通玄境后期武者 无法和高和昌这样的小通玄境巅峰的强者相比而已 楚剑秋在玄建宗的惠客大殿 接待了济山庆一行人 南宫然学本来还想缠着楚剑秋 要楚剑秋把刚才的话说清楚 但是如今被济山庆等人来访之事打断 他又不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和楚剑秋纠缠不休 所以他只能在一阵咬牙切齿之中 对此事不了了之 楚剑秋在接待完济山庆一行人之后 便让严清雪的宗主府 却安排济山庆等一行人在南州住下 如今除了经济和财务上的大事 是夏幽黄的副部负责之外 其他大部分的事情 都已经化归了严清雪负责的宗主府 济山庆等人在万石城住下后 这期间 他们也和同样住在万石城的高和昌 高和利等高和王朝的舞者有过碰头 高和王朝这些老匹夫 怎么在万石城中的待遇这么好 济山庆和高和昌 高和利等人有过相遇之后 回到自己住处之时 顿是不由满是纳闷地说道 他发现 高和王朝的舞者在玄剑宗中 所得到的待遇 远远不是他们济山王朝可比的 这没道理啊 在上次来南州的时候 玄剑宗明显更加偏向他们济山王朝一些 怎么一段时间不见 他们和高和王朝所受到的待遇 完全反过来了 这一时间让济山庆百思不得其解 他仔细沉思了一番 感觉济山王朝也没有做出什么得罪 玄剑宗的事情啊 或许是我们的礼数不够周到吧 济山庆沉隐了一下 说道 济山庆文言顿时不由一愣 问道 什么礼数不周到 老祖可能不知 楚兄对于灵石那可只有着特殊的偏好 高和王朝的人能够得到玄剑宗如此高规格的礼遇 估计他们在这方面礼数很是周全 济山庆笑着说道 济山庆虽然和楚剑宗的接触时间不算太长 但是对于楚剑宗摊财的性子 尾时是太过了解了 高和王朝在玄剑宗能够得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 十有八九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礼数很是周全的原因 济山庆听到这话顿时对济山庆说道 庆二 你去问一下高和英雄 他们高和王朝送了多少礼 济山庆文言倒也没有拒绝 以他现在和高和英雄的关系 高和英雄不大可能会在此事上瞒他 于是济山庆取出了通讯玉符和高和英雄联系了一番 一会儿过后济山庆看着济山庆说道 英雄说他们老祖直接送了楚兄两千亿的七品零食 济山庆听到这话顿时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你妈高和昌这老儿的手笔可还真是够大的 两千亿七品零食 这即使对于高和王朝来说也差不多是一半的国库积累了吧 如此巨大的一笔财富 他说拿出来送人就拿出来了 不行我们济山王朝不可能比高和王朝落后了 济山庆想了想顿时斩钉截铁地说道 老祖的意思是说我们也要给楚兄送两千亿七品零食 可是我们济山王朝的财力积累可无法和高和王朝相比 济山庆说道 他们高和王朝能够拿出一半的积累 那我们济山王朝就拿出八成的积累 这总能够和高和王朝一拼了吧 济山庆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 说实话 要让济山王朝也拿出两千亿的七品零食来 这对济山王朝来说 简直是伤筋动骨的大出血的事情 济山庆在说出这话时 心头犹如被捅了一刀 不断在滴着血 老祖 拿出八成的积累 可能会影响我们济山王朝的正常运转 真的要这样做吗 济山庆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敢了 济山庆毫不犹豫地说道 影响一时的运转算得了什么 只要我们抱紧了玄剑宗这条大腿 排除以后我们济山王朝 美的发展嘛 抱紧玄剑宗这条大腿 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既然做出了决定 济山庆立即和济山吾联系 让济山吾以最快的速度 亲自把两千亿七品零食送来南州 济山吾得到了济山庆的指令后 虽然他心疼得心头直滴血 但是却也不敢违逆济山庆的命令 立即调集了两千亿七品零食 亲自赶赴南州 把那两千亿七品零食送了过去 济山庆带着这两千亿的七品零食 再次拜访了楚剑丘 这一次的礼数周到之后 济山王朝在玄剑宗的待遇 立刻水涨船高 济山庆等济山王朝的舞者 不但能够使用玄剑宗的剑义翠铁大阵 可以进入玄剑宗的藏经阁 翻阅一些通玄境级别的武学典籍 而且还能够时不时得到 玄剑宗送过来的荒谷气息 如此高级别的待遇 顿时使得济山王朝的舞者 在南州生活的滋润无比 这使得原本只是送零食过来的济山武 一时都在南州赖着 舍不得走了 天啊 要不你回去接掌济山王朝的皇位吧 济山武找到济山庆说道 与济山王朝的皇位相比 济山武更加注重的还是自身的修为 本来如果没有遇到玄剑宗的话 以他的武道资质 要想修为再向上一层楼 是非常艰难的 即使花费数千上万年 都不一定能够突破得了一重境界 在武道上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这才让他比较注重济山王朝的权势 但是现在 在荒谷气息的帮助下 他的修为每天都在突飞猛进 武道前途大有可为 这使得济山武连皇帝都不愿意当了 当济山王朝的皇帝 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务 这简直就是耽误他的修行 而且 一旦返回了济山王朝 可就没有像现在这么滋润 差不多每天 都能够享受得到 不少的荒谷气息了 父皇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对这皇位可是一直都没有半点兴趣的 父皇还是另请高明吧 济山庭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他生性懒散 从来就不喜欢处理那些繁杂无比的政务 让他继承济山王朝的皇位 这简直就是要他的老命 平儿 你就不再考虑考虑 济山勿闻言 乌兹不死心地说道 你要是继承了济山王朝的皇位 济山王朝中 你想要什么美人就有什么美人 大权在握 可是能够让你品尝到从所未有的滋味 济山庭闻言 顿时不由翻了个白眼 道 父皇 你当我傻子呢 要是当皇帝真有像你说的那么好 你会使劲地往我身上推 至于什么美人的事情 父皇以后千万不要再提 我还想活久一点呢 他现在和高和营秀 关系基本上已经确定下来了 就差仪式上的完成了 他们就可以算是一双道旅了 就高和营秀那股子促劲 要是知道他去找别的女人 或者跑到什么风花雪月之地乱搞 保不准就会一剑劈了他 现在他和高和营秀在一起的时候 连眼睛都不敢乱瞟 生怕多看了哪一位漂亮女子一眼 被高和营秀怀疑他有什么歪心思 优待和他刀剑相向 济山雾剑道忽悠不了济山庭 没办法之下 在玄剑宗待了半个月 便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他毕竟是济山王朝一国之主 不能够离开朝廷太久 否则国中无主的情况下 难免会生出什么乱子来 济山雾如今虽然很想把皇位传下去 好让自己能够专心修炼 但是奈何在他的这么多皇子之中 除了济山庭之外 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得了他的位置的 那些皇子要么是心性智谋方面不足以堪大用 要么是武道资质太弱 就为太低 不足以震慑群伦 济山王朝毕竟是中州七大王朝级别的势力 将于之辽阔 足有方圆两百多亿里 要当济山王朝的皇帝 没有足够的实力 根本就压不住下面那些人蠢蠢欲动的野心 所以济山物也根本不敢轻易把皇位交出去 否则若是交给了一个庸才的话 估计用不了多少年 济山王朝就得乱成一锅粥了 楚奸秋在接连得到高和昌和济山庆 送给他的一共四千一七品零食 在财大气粗之下 他每天都从荒谷大陆带出十万缕荒谷气息 这十万缕荒谷气息 他有十分之一留给了金龙分身 而剩下的十分之九 则是分给了玄剑宗的各大高手和各支大军 楚奸秋之所以每次只是留下一万缕荒谷气息 给金龙分身 而并没有留下更多 是因为金龙分身目前的修炼速度极限就在这里 即使留下更多的荒谷气息 金龙分身的炼化速度也跟不上 毕竟楚奸秋可是每天都从荒谷大陆带出荒谷气息的 在海量荒谷气息的供应下 玄剑宗的实力每天都以一个极其恐怖的速度在迅速飙升着 风源皇城 风源学宫 天空之中 无数的天地异象显现 很显然 这是又有人在突破通玄境 不过对于这种事情 风源学宫的弟子基本上已经见怪不怪了 毕竟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风源学宫的各位堂主突破通玄境的 那是一个又一个 但这一次和往常不同的是 天空中显现的天地异象 没有维持多久忽然又迅速散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老卯突破通玄境失败了 公书仪身形一闪 出现在卯尘闭关的修炼室外 满脸震惊地说道 卯夫堂主这是什么情况 几百亿此时也来到卯尘闭关的修炼室外 脸上已是充满了吃惊的神色 很显然 他对卯尘突破通玄境失败的事情 也很吃惊 按道理说 卯夫堂主也修炼了九绝玄光秘点 拥有荒谷气息的辅助 不应该出现突破失败的情况 司空北齐的身形也出现在 公书仪和几百亿的身边 丰元学宫的各位堂主 副堂主 一个个地出现在卯尘闭关的修炼室外 所有人脸上都是一片震惊和凝重的神色 要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 玄建宗可是源源不断地 提供大量的荒谷气息 给他们这些堂主 他们这些堂主 在炼化这些荒谷气息之后 便一个接一个地 接连突破了通玄境 由于有荒谷气息的帮助 此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有人在突破通玄境失败的情况 所以 今天所出现的事情 顿时震惊了 丰元学宫所有的高层 过了好半天 修炼室的石门缓缓打开 卯尘从里面走了出来 丝时的卯尘全身气息混乱 精神萎靡 脸色一片苍白 显然 突破通玄境失败 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创伤 老毛 你这是怎么回事 公出一件状 连忙问道 卯尘闻言 脸上顿时不由露出一抹苦涩之色 我本来以为 积累已经足够了 所以才炼化荒谷气息 想冲击通玄境 想不到 哎 怎么会这样 用荒谷气息突破境界 怎么会出现失败的情况 司空北齐脸色不由有几分凝重 江堂主 能不能让楚公子出手 帮一下老毛 否则老毛的五道前途 可就要毁了 公出一转头向江济说道 毛尘此次突破通玄境失败 很明显伤到了五道根基 这种伤势可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修复的 如果毛尘五道根基不能修复 那么毛尘的五道基本上就走到断头路了 若是换作以往 毛尘能够突破到半步通玄境 及时突破通玄境失败 能够留得下一条命来 众人也不会感觉如何可惜 因为他们在以前根本就没有谁敢奢望能够突破通玄境 毕竟整个丰元学宫在历史上都没有人能够突破通玄境 但是现在情况却是全然不同的 在楚剑秋提供的荒谷气息的帮助下 整个丰元学宫的各大堂主除了公输仪和战龙尊者之外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成功突破到了通玄境 在前途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如果毛尘的五道之路就此走到了尽头 就未免太可惜了 好 我会把这事向师父禀报一下 至于师父出不出手 我就不敢保证了 江继点了点头 说道 接下来 江继取出通讯玉符和楚剑秋联系 把毛尘的事情告诉了楚剑秋 楚剑秋在得知了情况之后 立即调动天语动天之力 瞬间出现在风原学宫 楚剑秋对于这件事情非常重视 毕竟 这是有武者在使用荒谷气息的情况下 居然还出现突破失败的第一个案例 他必须要搞清楚其中的原因 好 早做准备 楚剑秋在检查了一番毛尘的情况之后 发现毛尘突破失败 并不是其他外在原因导致的 而就是因为他本身的武道根基 不够扎实 以及他自身的武道资质的原因所致 这一发现 让楚剑秋不由皱了皱眉头 以前 即使是有武者的武道根基不够扎实 或者武道资质不高 但在使用荒谷气息的帮助下 也是能够百分之一百突破境界的 卯尘这一次怎么会失败 难道是因为荒谷气息 只能对通玄境以下的武者 在突破境界时才能够百分之一百成功 而对于通玄境武者 却并不能做到如此高的成功率 楚剑秋心中不由一阵案子猜疑 不过 现在毕竟只有卯尘一个例子 楚剑秋不好就此下定论 卯夫堂主这事不是什么问题 我回去让我秦师叔 炼制一颗修复武道根基的丹药 到时候给他服下就行了 楚剑秋对众人说道 对于拥有生命原意和荒谷气息 这两种神妙无比的宝物的楚剑秋来说 一点武道根基的损伤 根本就不在话下 楚公子 老卯这次突破失败究竟是什么原因 公书一闻眼 心中松了口气的同时 又连忙问道 他目前也还没有突破到通玄境 他也很害怕步了卯尘的后尘 公书一和战龙尊者 之所以目前还没有突破通玄境 并非他们的武道资质 比其他堂主差 而是因为 当初他们没有随 楚剑秋一气 进入远古遗址秘境 在修为上 本来就被司空北齐 几百亿等人落下了不少 这个我目前还不敢肯定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处在 毛夫堂主本身的问题上 所以你们平时修炼 还是得注重夯实武道根基 巩固境界 不可一味求速 免得留下根基不稳的隐患 影响自己意后武道的成就高度 楚剑秋沉隐了一下 说道 楚剑秋没有在风源雪宫多代 他身形一闪 调动天与动天的力量 返回了南州 找到秦淼烟 让他帮忙炼制一颗 修复五道根基的丹药 在拥有生命原液和荒谷气息 两种材料的情况下 秦淼烟炼制这种丹药 基本上是手道擒来 连一天的时间都不到 秦淼烟便已经把丹药炼制出来了 楚剑秋拿到丹药后 给毛臣送了过去 毛臣在服下那颗丹药之后 突破失败而受损的五道根基 立刻便被迅速修复 在那强大的药力的冲击下 毛臣再次摸到了 突破通旋径的边缘 不过 毛臣有了前一次的教训 不敢再轻易突破 刚想把这股突破的冲动 给压下来 但此时楚剑秋却开口说道 不用压制 你再尝试一番 看看这次能否成功突破 毛臣听到楚剑秋这话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说道 好 那就听楚公子了 由楚剑秋在一旁保驾护航 毛臣倒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毛臣返回修炼室中 再次闭关 冲击通旋径 但是没想到的是 毛臣这一次的冲击 居然再次失败了 不过 还好楚剑秋准备的 修复五道根基的丹药 不止一刻 楚剑秋让毛臣再次服下 修复根基的丹药 在五道根基修复之后 又再次尝试 冲击通旋径 他要弄清楚 毛臣突破失败的原因 究竟在哪里 在接连两次突破失败 毛臣也算是 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 在第三次冲击的时候 终于让他突破成功了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心中不有一阵沉瘾 看来 这还真是有可能 在对通旋径舞者 突破境界的时候 荒谷气息已经做不到 像通旋径之下那样 可以帮助舞者 百分之一百突破境界了 但从之前司空北齐 江济 济白亿等人 突破通旋径时 由于有荒谷气息的帮助 他们突破通旋径 却很是顺利的情况来看 这荒谷气息 对于通旋径之上的舞者 突破境界时 帮助也还是很大的 但这也仅仅只是 楚剑秋的一个猜测 无法就此下定论 毕竟 现在只有卯尘这么一个例子 惭愧 让楚公子破费了 卯尘成功突破通旋径之后 从闭关的修炼室中出来 满脸惭愧地说道 他很清楚 这种能够修复五道根基的丹药 必然是极其珍贵的 楚剑秋接连给了他两颗 他所欠下的恩情 可就大了 最为关键的是 他的五道前途 并没有因此而断掉 而可以继续向上攀登 这种话就不必说了 那两颗丹药可不是白送给你的 这两颗丹药 一颗折合五十一七品零食 你现在抢我一百一七品零食 以后接到还账 楚剑秋摆了白手 说道 卯尘闻言 脸色顿时不由一将 我靠 楚包皮不会是楚包皮 他一开始还以为 这家伙转性了呢 不过 对于这笔账 卯尘还是心甘情愿地认了下来 一百一七品零食 虽然是一笔巨大无比的财富 但是 和他的五道前途相比 却又算不了什么 现在他已经成功突破到了通玄境 由由那个远古遗址秘境在 他还怕赚不到 区区一百一七品零食不成 在冒尘突破通玄境后 楚剑秋没有在枫原学宫多代 随即返回了南州万石城 在回到自己的府邸后 楚剑秋进入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通过第二层天地的传送阵 进入荒谷大陆中 在进入荒谷大陆后 楚剑秋朝着远处那片草地走去 楚剑秋来到一根高达数十丈的小草面前 举出一柄八街夏品长剑法宝 全力朝那根小草砍了出去 轰然一声 这全力的一剑 砍在这根高达数十丈的小草上 居然直接砍进去了两尺身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不由大喜 以他现在对这根小草产生的破坏力 再加上如今混沌之尊塔点亮第二十二颗星斗 足以支撑他在荒谷大陆中 至少坚持三十二天 有这三十二天的时间 他完全有把握把这根小草给砍下来了 接下来 楚剑秋对这根小草发起了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 周中长剑在一瞬间攻击出上百剑 每一剑都看在这根小草的同一个地方 这根小草的恢复力虽然异常惊人 但是在楚剑秋疯狂的攻击下 它的恢复力终究还是赶不上楚剑秋的破坏速度 楚剑秋一直全力攻击了十天 这根小草的根部已经被楚剑秋砍掉了三分之二 眼看着再有几天的时间 楚剑秋就能够把这根小草给砍下来 楚剑秋心中也充满了期待 他很期待这根小草究竟能够发挥出何等神奇的功效 毕竟这荒谷大陆中光是空中弥漫着的荒谷气息 就拥有无穷的妙用 而这些在荒谷大陆中 吸收荒谷气息成长的植物应该更加不是繁品 不过就在楚剑秋即将把这根小草给砍断的时候 忽然间他感觉到一股可怕无比的威胁 朝自己迅速接近 楚剑秋心中顿时不由毅力 猛然抬头看去 只见一只身躯足有数十长之巨的蚊子 朝着自己飞了过来 这只蚊子有着猙獰而巨大的口气 那些族只也犹如一件件锋利无比的利剑一般 闪烁着可怕无比的光芒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心中大吃一惊 荒谷大陆中的这些生灵 他之前也见过不少次 但是在以前这些生灵根本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 毕竟相对于这些荒谷大陆中的生灵而言 楚剑秋简直连蝼蚁都不如 根本就不值得他们出手对付 但是现在楚剑秋的修为大掌 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已经足以吸引到这些生灵的注意了 而很显然这一次 这只蚊子是把楚剑秋当作猎物了 见到这只巨大的蚊子飞了过来 楚剑秋脸上露出了凝重无比的神色 这是他第一次和荒谷大陆中的生灵对上 他根本就不敢有半点的大意 那只蚊子飞到楚剑秋的身前 那巨大的口气一声 朝着楚剑秋身上扎了过来 楚剑秋心中意里 身形暴退 同时手中的长剑一挥 朝着那只蚊子那巨大的口气 砍了过去 巨剑砍在那巨大的口气上 轰然一声发出一阵巨像 只是楚剑秋这全力的一剑 却仅仅只是在这根巨大的口气上 砍出一条白痕 根本无法伤到这根巨大的口气半点 见到这一幕 楚剑秋脸色顿时就变了 他能够预料得到 这个世界的生灵应该非常恐怖 但是楚剑秋却着实没有想到 连一只最普通不过的蚊子 都可怕到如此地步 这只蚊子 简然也没有料到 眼前这只蚪蚁居然敢反抗 顿时 嗡的一声尖叫 朝着楚剑秋再次扑了过来 迫不得已之下 楚剑秋只能挥剑和这只蚊子 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 以楚剑秋现在的实力 全力爆发之下 足以毁灭方圆数百万里的地域 但是 在这天地威压沉重到极点的荒谷大陆 他的剑气 却仅仅只能扩散到 深舟数丈范围 他那灵力无比的剑气 连这里的泥土 都损伤不了半点 双方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时辰 楚剑秋越战越是心惊 这只蚊子 无论是口气 还是甲壳 翅膀 都坚硬无比 比起天尊敬巅峰的 铁齿地魔术的灵甲防御力 都有过之 而无不及 以楚剑秋如今的实力 手持八截中品法宝 居然都无法 破开这些地方的防御 而这只蚊子的口气 和那些族只却有锋利无比 楚剑秋感觉 自己如果被那口气 和族只打中一下 自己都在被 冻穿一个巨大的窟窿 或者直接被劈成两半 这一战 楚剑秋打得艰难无比 不过还好 这只蚊子虽然恐怖 却也并非没有弱点 这只蚊子的腹部部位 并没有甲壳的覆盖 楚剑秋的长剑 攻击在这些地方的时候 还只能够对这只蚊子 造成伤害 而且这只蚊子 在战斗的时候 纯粹只是依靠本能 战斗技巧方面 远远无法 和人组武者相比 若是他拥有 南宫燃血的战斗技巧的话 恐怕 楚剑秋在他的手底下 连十招都支撑不住 但饶是如此 楚剑秋依然被打得狼狈无比 双方又战斗了一个时辰 楚剑秋被那只蚊子的足智 擦过身体好几次 饶使他穿有磨灵铁甲 而且肉身防御力惊人 身上却依然被擦出了 好几条巨大无比的血痕 也好在他躲得快 否则有好几次 他都差点被这只蚊子 给拦腰截断 楚剑秋不敢继续 在这边逗留下去 一边打 一边朝着 混沌之尊塔的传送落点逃去 在逃到传送落点后 楚剑秋和混沌之尊塔沟通 让混沌之尊塔把自己传送回去 一道光芒闪过 楚剑秋的身形瞬间在原地消失 那只蚊子见到 猎物忽然消失 那双恐怖的副眼 露出了几分愤怒和不甘的神色 居然让这只蚊蚁给跑了 在附近飞了一会儿 这只蚊子剑实在找不到 楚剑秋的踪影 只能很是不甘地飞走了 楚剑秋出现在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喘了几口粗气 脸上露出几分 劫后余生的神色 这他妈的 自己居然差点 被一只蚊子给干掉了 这种事情 让楚剑秋自己感觉都 荒唐无比 这一次 和那只蚊子的一战 也让楚剑秋着着实实地 感受到了一番 荒谷大陆的生灵的可怕 只是 一只最为普通不过的蚊子 却比风格兰这种 顶级的小通玄境 终起的舞者 都还要更加强大 楚剑秋盘坐在高台上 运转混沌天地诀 炼化着体内吸收的 荒谷气息 在无上五体和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那浓郁的星光的作用下 楚剑秋身上 那恐怖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迅速恢复着 短短一展查不到的时间 楚剑秋身上 那恐怖无比的伤势 便已经彻底痊愈 楚剑秋在炼化体内的 荒谷气息后 取出那只半部通玄境的 铁齿地魔鼠鼠王的林甲 开始炼制起新的 磨灵铁甲来 八戒中品的防御法宝 在那只恐怖的蚊子面前 都根本不堪一击 虽然也能够起到 一定的防御效果 但是却远远不足以保命 用半部通玄境的 铁齿地魔鼠鼠王的林甲 刚刚炼制出来的磨灵铁甲 防御力就不低于 八戒中品法宝 等吸收荒谷气息提升后 估计防御力不亚于 八戒上品的防御法宝 有了这八戒上品的 磨灵铁甲 或许才能够和那只蚊子 勉强有一战之力 楚剑秋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 才把这件 八戒上品的磨灵铁甲 炼制完成 当然 这一个月是指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过去一个月 外界也只是过去三天而已 在炼制完成这一件 八戒上品的磨灵铁甲后 楚剑秋再次进入了 荒谷大陆 朝着那片草地走去 来到这片草地后 楚剑秋取出了 常见法宝 对上次劈砍的那根小草 再次砍了起来 炼化了数千旅的荒谷气息 虽然大部分都被 混沌之尊血脉 和无上无体 给吸收了 只有十分之一 转化为此生修为 但是楚剑秋的实力 依然比上次提升了不少 有着混沌之尊塔 这件无上至宝 每天都可以进入荒谷大陆 这让楚剑秋的修为 每天都以一个极其恐怖的速度 在提升着 不单只是楚剑秋 玄剑宗的无数武者 在海量荒谷气息的支持下 修为同样都是 每天都突飞猛进 每一天 玄剑宗都有无数武者 在突破新一个境界 在修为有所提升后 楚剑秋劈砍这根小草的速度 更加迅速了几分 只不过 在他刚刚劈砍了一个时辰 一只巨大无比的蚊子 从草丛深处 再次飞了出来 见到又是上次那只蝼蚁 那只蚊子 眼中顿时闪过一丝 阴冷的神色 翅膀一展 朝着楚剑秋扑了过来 接下来 一场激烈无比的人文大战 再次爆发 这次有了八戒上品的 磨灵铁甲的防护 那只蚊子无法再像上次那样 可以轻易破开 楚剑秋的防御 这一次 双方激战了一天一夜 不过 最终还是以 楚剑秋落败而逃告终 楚剑秋虽然拥有 八戒上品磨灵铁甲的防御 但却并非可以完全隔绝 这只蚊子造成的伤害 而且 使用八戒上品法宝 也使得楚剑秋的真元 以一个极其恐怖的速度 在消耗着 在亭内真元差不多消耗一空 加上负伤沉重的情况下 楚剑秋不得不逃 不过 这一次 楚剑秋对那只蚊子 也造成了不小的伤势 接下来的时间里 楚剑秋不断跑进 荒谷大陆中 和那只蚊子进行 激烈的大战 那只蚊子 也被楚剑秋彻底激怒 每次都在那片草地上 等着楚剑秋 甚至到了后面 那只蚊子 都在混沌至尊塔 在荒谷大陆的传送点 候着 只要楚剑秋一出现 他就对楚剑秋 发起猛烈的进攻 甚至在最开始的那一次 楚剑秋在毫无防备之下 一出现就被这只蚊子偷袭 掀起被这只蚊子击杀 这让楚剑秋 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 而这一次 这只蚊子 也真正激怒了楚剑秋 妈的 这只该死的蚊子 我杀了他的话 恐怕以后自己 每一次进入荒谷大陆 都得提心吊胆 但这只蚊子的实力 伪失太过强悍了 楚剑秋要想杀死他 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这样 楚剑秋每天都进入荒谷大陆 和这只蚊子进行激战 这种状态 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 楚剑秋再次炼化了 体内的荒谷气息 现在 楚剑秋在荒谷大陆 运转混沌天地诀 一次已经能够吸纳 五千缕荒谷气息 这次被炼化的五千缕荒谷气息 依然是十分之五 被混沌至尊血脉吸收 十分之三 被肉身吸收 剩下的十分之二 则分别被神魂所吸收 以及转化为 楚剑秋自身的修为 轰然一声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从楚剑秋身上爆发出来 这次肉身在吸收了 十分之三的荒谷气息后 加上这段时间 楚剑秋不断进入荒谷大陆 和那只蚊子进行激战 使得楚剑秋的肉身 得到了极大的锤炼打磨 后期勃发之下 楚剑秋的真武身体 终于突破了瓶颈 进入了第六重大城 楚剑秋缓缓睁开眼睛 感受到自己肉身强度 得到极大的增强 楚剑秋取出一柄 八阶中品常见法宝 全力朝自己的手笔砍落 当一声金铁交鸣之声响起 这八阶中品法宝 全力一见之下 居然无法对他的手臂 造成半点伤害 只是在手臂上 砍出了一条淡淡的白痕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有惊又喜 为了进一步尝试着真武身体 第六重大城的威力 楚剑秋找到了小青鸟 和他进行切磋了一番 小青鸟虽然修为 已经达到了半步通玄境极限 距离正式突破通玄境 只有一步之遥 论起真正的战力 小青鸟甚至不亚于顶尖的 小通玄境后期舞者 但即使如此 小青鸟全力攻击之下 居然无法对楚剑秋 造成太大的伤害 只是对楚剑秋造成轻伤 楚剑秋的肉身防御力之强悍 比起一般的八截中品法宝 都还要强悍几分 这表明 楚剑秋在面对小青鸟 这种级别的强者的时候 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 楚剑秋的防御力虽然强悍 但是在攻击力方面 却还是不能和小青鸟相比 除非他施展燃血秘术 或者动用其他手段 否则 要向单凭自己的实力 正面击败小青鸟 还是不大可能 这一战 让小青鸟心中产生了 极大的紧迫感 楚剑秋的实力 终于要开始追上他了 不行 他必须要加紧时间修炼才行 绝对不能让 楚剑秋这么快就追上来 一旦楚剑秋的实力超过他 他对楚剑秋的作用 绝对会大大下降 再加上 如今那头纯虎的实力 飙升得厉害 恐怕以后自己 会在楚剑秋这边失宠 被纯虎给占尽风头 这一次和楚剑秋切磋之后 小青鸟便把所有事情 都抛到了一边 专心致志 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 闭关修炼了 以前 小青鸟虽然修炼也很用心 但是绝对算不上有多勤奋 尤其是和公野炎混熟之后 修炼更是懈怠 整天和公野炎 跑到其他地方疯玩私混 其实 按照青鸾一族的年龄 小青鸟如今 也就相当于人族十二三岁的年纪 正好处于青春好动的时候 他当年 就是因为受不了在青鸾一族 整天修炼的无聊 这才偷偷从青鸾一族中 偷跑出来的 指望他修炼有多勤奋 根本就不现实 只是这一次 接连被吞天虎和楚剑秋刺激之下 小青鸟开始真正下定决心 认真修炼了 楚剑秋在试验过自己目前肉身的防御力之后 心中很是满意 以他现在的肉身防御力之强悍 虽不敢说大通玄境之下横着走 但是却也绝对很少有人能够奈何得了自己 除非是著名和眼泪那等绝顶强者 而且即使是著名和眼泪此等绝顶强者 但在自己穿上那件八戒上品的磨灵铁甲之后 由着真武神体第六重大成 和八戒上品磨灵铁甲的双重防御 面对此等强者 自己也已经勉强拥有自保之力 而且这一次 楚剑秋不但真武神体突破了第六重大成 就连无上五体又转化了十分之一为先天道体 如今楚剑秋的无上五体已经有十分之八 转化为先天道体 只要再转化十分之二 自己的无上五体就能够彻底转化成为先天道体了 不过楚剑秋也知道 这无上五体越到后面 转化为先天道体就越难 这最后的十分之二 转化起来 估计比起前面的十分之八 转化起来都还要更加艰难 但这种通过自身千辛万苦转化而来的先天道体 却是强悍无比 在无上五体十分之七 转化为先天道体的时候 楚剑秋就已经发现 自己的十分之七的先天道体 比起阿宇完全转化的先天道体 都还要强悍 看来混沌之尊塔之前说的不错 虽然阿宇当初由混沌之尊塔帮忙转化的先天道体 得来容易 但是在威力上 毕竟比不上自己千辛万苦修炼而来的先天道体 自己一点一滴 修炼而来的先天道体 越到后面 潜力越是强大 威力也越是恐怖 根本就不是靠着外力得来的先天道体所能够相比的 而楚剑秋这种一不一个脚印仗是无比的修炼根起 使得他的同阶战力丝毫没有因为修为的提升而有所变弱 反而让他的实力在同阶之中越来越猛 一般的舞者随着修为的提升 舞蹈潜力是会逐渐被消耗的 这也就是舞者随着修为的提升 通阶战力会越来越弱的原因 一旦舞者的舞蹈潜力被完全消耗干净 舞蹈之路基本上也就走到尽头了 但是一名舞者的舞蹈潜力却并不是天生的 天生的舞蹈资质只是占舞蹈潜力的一部分 后天的修炼方式对于舞蹈潜力影响也非常大 通常一名舞者的舞蹈根基打得越扎实 舞蹈潜力便会越强大 这种类型的舞者在修炼过程中 舞蹈潜力非但不会因为修为的提升而消耗 反而因为舞蹈根基的不断亨实 使得他们的舞蹈潜力越发的强大 这也就是修炼界中有一类舞者 一开始的时候或许并不经验 但是随着修为的提升 他们的通阶战力非但不降 反而不断提升的原因 而有一些舞者 以为追求修炼速度 或许在一开始的时候很是惊艳 但是舞蹈根基打得却犹如纸壶一般 这一类舞者 或许一开始的时候很是精彩艳艳 但是往往并不长久 由于舞蹈潜力的迅速消耗 他们的舞蹈之路很快便会走到尽头 而且由于纸壶的舞蹈根基 他们在同阶舞者之中 往往也是不堪一击 甚至会被一些 比他们弱很多个境界的强悍舞者击杀 在修炼界中 境界修为从来不是衡量一名舞者实力的 唯一标准 所以在诸天万界之中 不但会通过境界修为来衡量一名舞者的实力 更是推出战力榜来衡量一名舞者的真正实力 甚至战力榜对一名舞者的实力判断 比起境界修为来说更加权威和准确 在真武神体突破第六重大城后 楚剑秋尝试施展战龙拳的正式招数 楚剑秋拳架一百 一股汹涌澎湃 磅礴到极点的拳役 从楚剑秋身上散发出来 这些拳役沉重如山 恍若实质 最终凝聚成一条林甲分明 龙微浓重的龙形虚影 或许已经不能说是龙形虚影 而是真真正正的权役所化的神龙了 因为这条权役所凝聚而成的龙形虚影 不但神意栩栩如生 就连每一片林甲都显得是如此的真实 一道高亢而威严的龙吟声响起 楚剑秋一拳挥出 恐怖无比的权役把前方的虚空 击得荡起了一阵阵的空间涟漪 朝着四面八方 扩散而去 正在远处修炼的小青鸟 被这恐怖无比的权役波及 差点从天空中掉了下来 小青鸟转头看向楚剑秋 感受到那股可怕无比的龙威传来 脸色顿时不由一阵 微微发白 如果楚剑秋之前和他切磋的时候 施展出这么恐怖的一拳 恐怕他未必能够抵挡得下来 楚剑秋爆发出这一拳的威力 倒还是其次 但是这股权役之中所蕴含的那股恐怖无比的龙威 对于他这种神兽 却是拥有天然的压制效果 神龙那可是远古十大神兽的存在 而且在远古十大神兽之中还排行前三 任何妖类种族面对此等存在都会被天然压制 而楚剑秋所施展的战龙拳 所散发出来的龙威 神意实在太盛了 即使是小青鸟这种青鸾后裔 都不由隐隐受到压制 青鸾虽然也是凤凰的分支 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凤凰 如果它进阶成为真正的凤凰 面对楚剑秋这战龙拳所散发出来的龙威威娅 倒是不至于受到压制 但是小青鸟如今距离进阶成为真正的凤凰 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小青鸟看了楚剑秋一眼 翅膀一展朝着远方飞了过去 远远离开了楚剑秋 楚剑秋所施展的战龙拳 对他形成的威压太大了 让他感觉很是不舒服 楚剑秋施展战龙拳 一拳一拳地打下去 从战龙拳第一式 一直打到战龙拳第五式 这可是战龙拳的真正杀敌招数 而不是前面那五重基础拳法 其实对于二十四式战龙拳 楚剑秋早就已经把前面八式参透误撤 但是由于战龙拳的施展 对于肉身的强度要求太高了 即使是楚剑秋也不敢轻易尝试 直到今天突破了真武神体第六重大城 肉身强度堪比八截中品法宝 楚剑秋这才敢施展真正的战龙拳 但饶恕他如今的肉身强悍无比 在施展到第五式的时候 在恐怖无比的权益压迫下 楚剑秋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缝 哄 楚剑秋再次轰出一拳 施展了战龙拳第六式 这一拳轰出 恐怖无比的权益更是暴涨 在沉重无比的权益压迫下 楚剑秋身上裂开了无数道恐怖无比的裂缝 此时的楚剑秋整个人犹如一个破碎的瓷器一般 似乎随时都会彻底崩散开来一般 吼 楚剑秋常常和了一口气 缓缓收拳 那恐怖无比的权益也开始缓缓收敛 这战龙拳还当真恐怖 即使他的真物神体已经突破了第六重大城 肉身强度堪比八戒中品法宝 但是施展的极限却也仅仅只能施展战龙拳第六式 楚剑秋根本就不敢尝试施展第七式 虽然他早已经完全领悟了前面八式 但肉身强度却根本不足以支撑他施展第七式 如果他强行施展第七式的话 那可怕无比的权益恐怕会直接将他的肉身压得爆炸 即使是施展第六式 他都极为勉强 最多或许只能打出第六式一两拳 无法施展第六式长久战斗 否则他的肉身依然会因为承受不了 那恐怖无比的权益而直接被压得破碎 以战龙拳第六式的威力 已经足以击败一般的小通玄境后期舞者了 若是施展出第七式 估计即使是小通玄境巅峰的舞者 都会直接被一拳打爆 难怪战龙尊者一直不敢修炼正式的战龙拳了 只是修炼前面七式基础拳法 便就此止步 摸说以战龙尊者的修为 根本无法修炼正式的战龙拳 即使他能够修炼 也根本不敢施展 以这真正的战龙拳对肉身的压迫力之恐怖 若是战龙尊者真敢拿来对敌的话 恐怕敌人没有被打死 他自己首先便被这恐怖权益给压得爆炸了 楚剑丘在修炼了这正式的战龙拳之后 愈发感觉到 这战龙拳貌似并非是给人族舞者修炼的 因为人族舞者的肉身根本做不到如此强悍 楚剑丘是因为修炼了真武神体 这种强悍无比的修炼功法 这才使得他的肉身强度达到如此变态的地步 若是换作其他舞者 除非也像楚剑丘这样炼铁大城 否则根本不可能修炼得了这战龙拳 无论是这战龙拳的施展 对肉身强度有着极高的要求 还是施展时所凝聚的 那恍若食指般的恐怖龙威 都似乎是给龙祖量身打造的战绩 楚剑丘的第二分魂 在和金龙分身彻底融合后 对于龙祖也有了很深刻的认识 龙祖天生体魄强悍 远非人祖武者可比 即使不修炼任何的炼体之术 龙祖也能够直接修炼着战龙拳 战龙尊者所获得的这门武学 恐怕远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真要修炼到大成的地步 所爆发出来的威力 恐怕是真正的拥有惊天动地之威 楚剑丘在收敛了权益之后 再走到那传颂镇高台上 身形一闪 再次进入荒谷大陆中 如今自己的真武神体 已经突破到了第六重大城 再加上炼成了战龙拳的前六士 也是该找那只该死的蚊子算账了 荒谷大陆 轰龙 一条林甲分明的龙形虚影 携带着恐怖无比的龙威 朝着那只巨大的蚊子 轰了过去 之前 楚剑丘全力劈砍 都无法伤到的那只蚊子 在这一拳之下 居然直接被震出了无数的裂痕 那只蚊子顿时就惊呆了 这短短一天时间不见 这只蚂蚁居然实力突然间提升了如此多 都能够真正威胁到它了 不过 楚剑丘这一拳虽然震伤了这只蚊子 但是这只蚊子的恢复力也是极其恐怖的 只是一个呼吸不到的时间 它身上被震裂的裂缝就已经彻底愈合 吃了楚剑丘这么恐怖无比的一拳 那只蚊子也彻底暴怒了 这只该死的蚊蚁居然敢打伤它 简直是罪无可恕 这只蚊子顿时对楚剑丘发起了更加疯狂的攻击 足之一抖画出了无数的幻影 朝着楚剑丘犹如狂风暴雨一般攻击过去 不过这一次 它却无法像之前那样对楚剑丘造成伤害 虽然这只蚊子的攻击力恐怖无比 但是楚剑丘如今突破了真武神体第六重大城 加上穿着八戒上品的魔灵铁甲 这只蚊子的攻击要想突破这双重防御 显然也是极其艰难 在这只蚊子的狂暴攻击下 楚剑丘虽然被打得一路后退 但是却毫发无伤 楚剑丘等到身上的裂缝愈合之后 又是一拳朝那只蚊子轰了过去 以他如今的肉身强度 楚剑丘还是不敢连续施展战龙拳第六诗 而是每施展一拳 等到肉身的裂缝愈合之后 再施展下一拳 免得被太过恐怖的拳业累积 把自己的肉身给压得崩溃 这一拳之下 那只蚊子再一次被轰得向后横飞出去 身上被恐怖无比的拳翼 轰出了无数道裂缝 这只蚊子等到身上的裂缝愈合之后 又朝楚剑丘扑了过去 就这样 双方你来我往地激战了一个时辰 楚剑丘的肉身在施展战龙拳第六诗 不断地崩裂愈合的过程中 也在得到极为巨大的魔力 再加上这片天地的沉重危压 和无处不在的荒谷气息的浸染下 楚剑丘的肉身强度 居然在这战斗的过程中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不断地增强 楚剑丘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不由大喜 按照这种速度提升下去 估计自己的肉身强度 再过一两个月 就足以支撑自己施展战龙拳第七重了 在发掘了这一个好处之后 楚剑丘顿时不急着去击败这只蚊子 而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一块磨刀石 不断地磨力自身 而事实上 即使他突破了真五神体第六重大城 可以施展战龙拳第六诗 想要击败这只蚊子 却也不是一件异事 如今他的失力 顶多只是和这只蚊子不相上下而已 这只蚊子奈何不了他 他也同样奈何不了这只蚊子 双方再次激战了一个时辰 那只蚊子发现自己无法击败眼前的这只蚊蚁 而且战斗得久了 楚剑丘那恐怖无比的拳翼 开始慢慢渗透进他的肉身里面 使得他身上的伤势愈合得越来越困难 这些恐怖的拳翼残留在他的体内 开始破坏着他的肉身 长久战斗下去 估计自己会被眼前这只蚊蚁给打死 呼 楚剑丘再次一拳把那只蚊子轰飞 这一次 这只蚊子被轰飞之后 不再和楚剑丘纠缠 而是嗡的一声 一翅膀飞走了 楚剑丘见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有几分遗憾 这就走了 自己还想拿这只蚊子 继续磨砺自己的权益和肉身呢 但这只蚊子既然走了 楚剑丘也不可能追上去 继续和这只蚊子厮杀 在这片天地位压沉重无比的大路中 楚剑丘如今也就仅仅能够做到活动自如 可以正常奔跑而已 至于飞行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楚剑丘估计 自己即使突破到通玄境 都不一定能够在这片天地中飞得起来 既然这只该死的蚊子跑了 那也就没有人再阻止自己 砍断那根小草了 楚剑丘走到那根小草面前 运气战龙拳第六式 一拳朝那根小草轰了过去 轰炉 在这恐怖无比的一拳的轰击下 那根长达数十丈的小草 顿时被轰出了一个脸盘大小的大洞 楚剑丘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不由大喜 看来 使用这战龙拳来打断这根小草 比之前使用八截中品长剑法宝 砍这根小草的速度更快 楚剑丘心中不由一阵感叹 这五截的品阶高低 所爆发出来的威力的差距 可还当真巨大 以自己目前所修炼的剑法 即使有八截中品长剑法宝的加持 居然都比不上战龙拳第六式的 一拳的威力强大 自己所修炼的那么多的攻击武技之中 目前或许也只有大五行剑阵 可以勉强和战龙拳第六式媲美 即使是烈焰分天剑经第七式 比起战龙拳第六式都还要稍训一筹 但在这天地威压沉重无比的世界中 楚剑丘目前还无法做到神念离体 也就根本无法在这里施展大五行剑阵 所以在荒谷大陆中 楚剑丘目前最为厉害的手段 也就是战龙拳第六式了 轰 等到身上的裂缝愈合后 楚剑丘又一拳朝着这根小草轰了过去 短短一柱相识间 楚剑丘就已经打掉了这根数十丈的小草的十分之一 这破坏的速度远非之前可比 按照这种速度下去 估计一两个时辰 他就能够把这只小草给彻底打断 只是正在楚剑丘满怀激动的时候 忽然耳边传来一阵嗡嗡之声 楚剑丘心中不由一震 转头朝声音的来源望去 这一望之下 楚剑丘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只见十数之巨大无比的蚊子 朝着他这边围杀过来 其中一只正是纠缠了他无数次的 那只该死的蚊子 感情这只该死的蚊子之前逃跑了 是跑去拉救兵去了 妈的 这该死的狗东西 老子迟早有一天得打死你 面对这么一大群的蚊子来袭 楚剑丘顿时也顾不得继续去打那根小草了 一急掉头就跑 这些蚊子每一只都恐怖无比 他打一两只还勉强打得过 面对十数只蚊子的围殴 楚剑丘只有逃跑的份 只不过 楚剑丘逃跑 那些蚊子却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纷纷朝着他追了过去 楚剑丘的逃跑速度 哪里比得上这些会飞的蚊子 很快便被这些蚊子给追了上来 在十数只蚊子的围殴下 楚剑丘很快便被打得吐血 好在他的真无神体突破了第六重大城 再加上有八截上品的磨灵铁甲的防御 否则 面对如此众多的蚊子的围殴 楚剑丘绝对支撑不到 跑回到混沌至尊塔的传送殿 就会被这些蚊子给围殴致死 楚剑丘逃回到混沌至尊塔 在荒谷大陆的传送落殿 和混沌至尊塔联系 让混沌至尊塔把自己拉回去 一阵光芒闪过 楚剑丘的身形瞬间消失 下一刻便出现在 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的传送枕高台上 楚剑丘唾了几口鲜血 脸色难看无比 那的 这些该死的蚊子 简直欺人太甚 有这些蚊子在那里守着 他以后 莫说去那片草地上砍一根小草回来了 甚至以后想进入荒谷大陆 吸收荒谷气息 都会有很大的危险 迫不得已知想 接下来 楚剑丘只能携带一些 布置阵法的材料进去 在混沌至尊塔 在荒谷大陆的传送落点 布置一个隐匿大阵 楚剑丘先用一道隐匿符 把自己的身形隐匿起来 然后再在那个传送落点 是用布阵材料 布置隐匿大阵 只不过 楚剑丘的想法是美好的 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 却发现 现实很是骨感 楚剑丘使用的隐匿符 在荒谷大陆那恐怖无比的 天地威压之下 根本就维持不了多久 就直接被那天地威压给压碎了 把身形暴露了出来 而他布置的隐匿大阵 虽然比隐匿符支撑的时间久一点 但是最终却依然被那恐怖的天地威压 给压爆了 在楚剑丘露出身形的时候 立即被守在周围的蚊子 一拥而上围殴 楚剑丘的脸色顿时不由一阵铁青 心中也是一阵无奈 这他妈的 修为太高 在荒谷大陆未必是好事啊 以前他修为还低的时候 无论是荒谷大陆中的蚊子 还是那片草地中的蚂蚁 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他一眼 但随着他的修为的提升 逐渐就引来了荒谷大陆中的 生灵的注视 在荒谷大陆这些生灵的眼中 楚剑丘不再是无关要紧的蚪蚁 而是一个美味的猎物 随时都会被他们围上来攻击 由于被那群该死的蚊子 在混沌之尊塔的传送落点厚着 这使得楚剑丘接下来的时间里 每次进入荒谷大陆 都只是匆匆地 把那新的灵尊活带走 而不敢在荒谷大陆中多待 免得被那群该死的蚊子围殴 成为那群蚊子的食物 妈的 这群该死的东西 你们给老子等着 迟早有一天 老子要打死你们 楚剑丘脸色难看无比 口中一阵骂骂咧咧 荒谷大陆可是他最为重要的机缘之地 如今却被这群该死的蚊子 阻断了他的机缘 楚剑丘心中岂能不恼 楚剑丘 你这几天怎么回事啊 怎么一进入到荒谷大陆 就立即跑出来了 小青鸟见到 这几天楚剑丘的古怪行动 心中顿时不由一阵好奇 他也顾不得修炼了 一翅膀朝着楚剑丘飞了过来 满脸好奇地将楚剑丘问道 以前 楚剑丘每次进入荒谷大陆 可是待上好几天才会出来的 从来不会像这几天这样 一跑进去 连半盏茶十分都不到 就立即跑了出来 好好修炼你自己的 闻那么多干嘛 楚剑丘美好气地说道 这几天 他被那群该死的蚊子搞得一肚子祸 小青鸟偏偏又跑来戳他的痛处 楚剑丘哪里会给他什么好脸色 况且 这种事情 让他怎么说 说自己被一群蚊子搞得这么狼狈 这事要是传出去 自己还有脸出门见人吗 楚剑丘 你今天吃错药了 本姑娘只是问你一句 你火气这么大干嘛 小青鸟很是不满地说道 楚剑丘瞥了他一眼 懒得理会这小傻鸟 他现在心情糟糕得很 没兴趣和这小傻鸟斗嘴 他现在一门心思 就是想办法干掉那群该死的蚊子 楚剑丘来到那具高达十万丈的 暗魔族尸体面前 宁神看了这具尸体上的那些剑痕一会儿 开始盘坐下来 参悟这些剑痕上的那些恐怖无比的凌厉剑意 如今提升自己的实力最为快速的方法 就是领悟这具尸体上面的那些剑痕 自己的真武神体刚刚突破不久 要想再次获得突破 显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 真武神体可以说是 他所修炼的这么多武技之中 最难修炼的武学之一 真武神体要想突破一冲境界 需要经过无数次对肉身的打磨 而要想施展出战龙泉第七十 显然对他目前来说也不现实 但是如果他能够领悟一丝 这具暗魔族尸体上的那些可怕剑意 融入到自己的剑法之中的话 甘死那群蚊子 却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这段时间以来 其实楚剑球每天都会出出时间 来参悟这具暗魔族尸体身上的 那些剑痕中的剑意 对于这些剑意 他已经有所领悟 但是却就差最后一点意思 就能够融入自己的剑法之中 小青鸟见到 楚剑球不理自己 顿时很是不满地哼哼了两声 不过他也看得出来 现在楚剑球的心情很是不好 所以他也没有继续去处楚剑球的眉头 免得惹恼了楚剑球 真的动手把他给揍一顿 现在楚剑球的实力是越来越恐怖了 若真的再次交手 楚剑球施展出那恐怖无比的战龙拳 他还真的未必打得过楚剑球 看来要加紧修炼 早日突破通玄境了 否则 以后在楚剑球面前说话都不硬气 想到这里 小青鸟身形一晃 花作一头身长千里的青色巨鸟 在天地间翱翔 不断吸收着这片天地间的浓郁星光 借助吸收的这些浓郁星光 来加速炼化荒谷气息 现在 在荒谷气息的供应上 楚剑球倒是没有吝啬 他能炼化多少 楚剑球基本上都给他多少 在修炼资源方面 他现在是从所未有的充裕 也正是因为不用为荒谷气息犯愁了 小青鸟得来的容易 他近段时间在修炼上反而懈怠了 直到接连遭到吞天虎和楚剑球的刺激 小青鸟这才又勤奋了起来 楚剑球盘坐在那具巨大的暗魔族尸体身前 观摩着这具暗魔族尸体身上的 那些猙獰痕痕中所散发着的灵力剑意 这些剑痕中 每一道都散发着极致的锋锐之气 一剑批出似乎要把整个天地都要展开来 凡是当在剑前的东西都要一剑批开 这些剑意之中 蕴含着一种一往无前的灵力切割之意 转眼间 一个多月时间过去 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的十倍时间加速下 楚剑球在那具暗魔族尸体面前 已经盘坐了整整一年时间 这一天 楚剑球缓缓睁开眼睛 那双深邃无比的毛子之中 有着无数的剑意映现 与此同时 预估可怕无比的剑意 在楚剑球的身上散发出来 哄 灵力无比的剑意冲天而起 楚剑球手一张 手掌中出现一柄八截中品的长剑法宝 楚剑球手中长剑一挥 一道可怕无比的剑光 劈了出去 这道剑光之中 蕴含着难以想象的恐怖剑意 携带着一往无前之势 似乎要把面前的天地都要劈开两半 灵力无比的剑光滑过 面前的空间直接被一剑展开 露出了一道巨大无比的幽黑剑痕 在这道剑痕周遭 无数的空间碎片在崩灭着 在那可怕无比的剑意残留下 这道幽黑的剑痕居然久久都不能愈合 在如此可怕的一剑面前 即使是小通玄境巅峰的强者 估计都会直接被一剑斩得碎成积粉 在储剑球斩出这一剑的时候 手中的那柄八截中品长剑法宝 居然承受不了这恐怖无比的剑意 直接砰的一声 碎裂成无数碎片 就连储剑球自身都被这可怕无比的剑意 切割出了无数的灵力剑痕 好在这一剑是储剑球自己斩出来的 虽然承受一定的反噬 但是终究不会承受这一剑的真正威力 否则 即使储剑球的真武神体突破第六重大城 它也得在这一剑之下被斩成积粉 在斩出这一剑后 储剑球脸色一片苍白 整个人都虚弱无比 看着眼前这一道 被他一剑劈出来的幽黑剑痕 储剑球脸上不由露出一抹苦笑的神色 这一剑的威力虽然巨大 但是他斩出这一剑时 所付出的代价也同样不小 这一剑是他的整个人的精气神所凝聚 斩出这一剑 储剑球体内的真元直接被消耗了八成 神魂之力也被消耗了七成以上 就连肉身都在这一剑的剑意反噬之下被重创 看来 自己领悟出的这一剑 以自己目前的修为来说 依旧不能用作正常的战斗手段 而只能用作迫不得已之时拼命的杀手剑 因为一剑斩出之后 自己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再战之力 正在储剑球吸收着天地间的浓郁星光 想要换过劲来的时候 此时脑海中却传来了混沌之尊塔爆跳如雷的狂骂 因为储剑球的这一剑又使得他受伤了 虽然如今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已经点亮了第二十二颗星斗 但是距离他恢复巅峰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储剑球这一剑的威力劈开了这处空间 已经足以让他再次受创 而储剑球作为他的主人 储剑球在出手斩出这一剑的时候 他还偏偏无法调动力量来进行阻止 只能硬生生地挨了储剑球这一剑 若是换作其他人 哪怕是吞天虎这种级别的强者 敢在混沌之尊塔内搞破坏 恐怕刚刚出手 混沌之尊塔就得叫他做人了 虽然他如今远远还没有恢复元气 但是在混沌之尊塔内 他就是无所不能的老天爷 但面对储剑球这个混沌之尊塔的主人的出手 混沌之尊塔除了眼睁睁地看着之外 却是半点办法都没有 自从他主动认主之后 储剑球的神魂烙印 已经彻底融入了他的本源之中 他是无法阻止储剑球对他所做的事情的 储剑球对他出手 远比一名大通玄境的绝顶强者对他出手 所造成的伤害更大 储剑球听到混沌之尊塔暴跳如雷的狂骂 顿时不由一阵汗眼 自己刚才只顾着事件 倒是忘记了 混沌之尊塔现在的元气都远远没有复原呢 看来以后要实验这种威力巨大的招式的时候 不能在混沌之尊塔内实验 免得再伤到混沌之尊塔 在身上的伤势完全愈合 体内真元恢复至巅峰的时候 储剑球看了一眼那具高达十万丈的暗魔族尸体身上的灵力剑痕 这一招剑招 既然是从这暗魔族尸体上的剑痕所领悟 加上这一招剑招的杀翼太过灵力 晕含着一往无前的切割之翼 既然如此 那就把这一招新领悟的剑士 命名为杀剑士好了 储剑球很不错啊 你这一剑有点意思了 轻衣小童双臂环胸 看了储剑球一眼 眼中露出几分赞许的神色 对于储剑球以前自创的剑招 他一直都看不上眼 因为储剑球以前所创的剑招太过稚嫩了 在他的眼中那简直就是垃圾一般 不堪入目 但是今天 储剑球所领悟出来的这一招 却已经开始有点意思了 当然 这也仅仅只是有点意思而已 和你上任主人相比如何 储剑球看了他一眼 问道 轻衣小童听到这话 脸色不由一将 他翻了个白眼 恨是不屑地说道 储剑球 你想什么呢 就你这破剑招 也想和我的上任主人相比 你这是没睡醒 还是咋的 莫说你这一招破剑式 即使是砍死这头暗魔族的那名武者 和我上任主人相比 也是不值一帖 破剑又在吹牛皮了 说大话谁还不会了 本姑娘还可以说 这头暗魔族 最后还是被本姑娘 一口本命卵火给烧死的呢 还没等储剑球出生 旁边已经传来了 小青鸟那不屑的声音 你这小茶鸟懂个屁 和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土鳖说话 简直是浪费本大爷的力气 轻衣小童闻言 瞥了他一眼 老气横秋地说道 储剑球有些无语的 看了轻衣小童一眼 看着轻衣小童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储剑球顿时会有有些手痒啊 因为这或这副样子 尾时是太过欠揍了 但轻衣小童很显然已经很有经验了 一见到储剑球的眼神不对劲 立刻身形一闪 化作一道剑光 朝着远方远顿而去 以他目前所恢复的实力 即使是面对吞天虎这种级别的高手 都丝毫不惧 但是这里可是混沌之尊塔内部 储剑球在这里基本上是无敌的存在 储剑球要想揍他 他连反抗都反抗不了 所以在见机不妙之下 轻衣小童立即就溜了 储剑球见到这一幕 也懒得去理他 清儿 你这次血脉进阶退下来的羽毛呢 拿出来给我 储剑球向小青鸟说道 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领悟建议的这一年时间里 小青鸟不但已经成功突破到了通玄境 而且还又经过了一次血脉进阶 再加上前面的三次血脉进阶 小青鸟已经进行了四次血脉进阶 此时的小青鸟显得更加的漂亮了 一身青色的羽毛散发着 犹如梦幻一般的光彩 储剑球 你这个银贼变态 干嘛老是打人家羽毛的主意啊 小青鸟文言 很是休脑地瞪了储剑球一眼 恼火无比地说道 储剑球文言 心中不有一阵无语 他扬了扬眉毛 强儿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赶紧拿出来 不就问你要一些血脉进阶退下来的羽毛吗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这些羽毛已经退了下来 你这小傻鸟也用不着 放着也是放着 倒不如给自己拿来废物利用一下 青鸟的羽毛 这可是恋气难得的好材料 也就是储剑球只是在心里这般想一想 而没有说出来 否则 若是让小青鸟知道他心中的想法的话 莫说把羽毛交给他了 恐怕还会和他拼命 小青鸟文言 有些不情不愿地 把这次血脉进阶退下来的羽毛 拿了出来 储剑球 本姑娘可事先和你说了 你绝对不能把本姑娘的羽毛送给别人 只能你自己使用 否则的话 本姑娘和你拼了 小青鸟反复强调道 知道了知道了 你这话都说过多少次了 储剑球摆了白手 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 不就是一些羽毛吗 用得着这样吗 这小傻鸟就是戏多 不过 储剑球每次拿了小青鸟血脉进阶退下来的羽毛 都会遵守承诺 只是自己使用 从来没有送给别人 虽然他对小青鸟这么在乎他的这些羽毛 心中很是不以为然 但是他还是很尊重小青鸟的意愿的 储剑球拿到小青鸟血脉进阶退下来的羽毛后 炼制出了一件新的风雷之意 这件风雷之意 在刚刚炼制出来的时候 品阶居然就达到了八阶中品 小青鸟不愧是血脉已经进阶了四次的青鸟 这退下来的羽毛果然不凡 若是拿进荒谷大陆中进行一番吸收荒谷气息 估计这件风雷之意 能够提升到八阶上品的法宝品阶 想到这里 储剑球拿着风雷之意走到那传送阵高台上 让混沌至尊塔把自己送进荒谷大陆中 一阵光芒闪过 储剑球的身形瞬间在高台上消失 下一刻 储剑球的身形便已经出现在荒谷大陆中 储剑球在出现的第一时间便心念一动 身上散发着一股灵力无比的剑意 防止那些该死的蚊子的偷袭 不过这一次 储剑球出现时却并没有受到袭击 他抬头四处打亮了一番 发现那些蚊子并没有在四周厚着 储剑球见状心中不有一症 由于没有遭到那些该死的蚊子的偷袭 储剑球着实很是意外 但随即一想 储剑球心中便已经了然 按照天舞大陆的时间 他已经有整整一个多月没有进来过了 而荒谷大陆的时间和天舞大陆的时间流速 是差不多的 那些蚊子估计是在这里守了一段时间后 见到他没有再出现便离开了这里 见到这一幕 储剑球心中不由松了口气 虽然他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闭关一年时间 领悟了威力巨大的杀剑士 但是施展杀剑士对他目前来说代价还是有点巨大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储剑球也不想施展杀剑士 储剑球把手中的风雷之椅放下来 这一次他没有朝着那片草地走去 免得又遇到那群蚊子 从而又被围殴 以他所领悟的杀剑士的威力 储剑球完全有信心能够杀死一些蚊子 但他却没有把握能够一剑把十几只蚊子全部杀死 而若是他施展杀剑士之后 没有把那些蚊子全部击杀的话 那么接下来就麻烦了 在那些蚊子的追杀下 他都不一定有机会能够逃回这个传送落点 在自己有实力完全把这些蚊子全部击杀 并且没有太大的后遗症之前 储剑球都暂时不想再过去那片草地中 目前他的修为正处于不上不下的状态中 说低也不低 不像以前那样 完全被荒谷大陆中的生灵无视 说高也不高 在不施展杀剑士这种杀手剑的情况下 他连一只蚊子都杀不死 储剑球这次就在传送阵落点附近 运转混沌天地绝 吸收了足够的荒谷气息之后 便拿起那新的灵尊虎打算出去 嗯 这一提之下 储剑球发觉了异常 这一次的灵尊虎 比起上次来说 居然沉重了十倍 储剑球仔细一看之下 发现这个灵尊虎 品杰居然提升了一个层次 由八截中品提升到了八截上品 储剑球见到这一幕 镜中顿时不由一息 这灵尊虎的品杰提升了 莫不是里面装载的荒谷气息也更多了 怪不得这次的灵尊虎如此沉重了 储剑球与混沌至尊塔沟通 让混沌至尊塔把自己送回去 一阵光芒闪光 储剑球拿着那个晋升为八截上品的灵尊虎 回到了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 储剑球回到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之后 神念渗透进灵尊虎里面一扫 在看清楚灵尊虎里面 所装载的荒谷气息的数量之后 储剑球脸上顿时露出了狂喜之色 这一次的灵尊虎居然收集了 整整一百万缕的荒谷气息 比起进阶之前 所装载的荒谷气息的极限提升了十倍 不过这一次混沌至尊塔 把这一百万缕荒谷气息传送回来 也消耗了极大的能量 从第二十二颗星斗所暗淡的程度来看 估计所消耗的能量 差不多达到一百亿七品零食左右 储剑球 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 你捡到钱了 正在远处修炼的小青鸟 见到这一幕 顿时一翅膀飞了过来 一脸好奇地问道 比捡到钱更值得高兴的事情 储剑球脸顿时兴奋地哈哈大笑道 从今天开始 我们卷剑宗不用再为荒谷气息范畴了 什么意思啊 小青鸟听到这话 连忙问道 你自己看看 储剑球把手中的灵尊湖向小青鸟递了过去 小青鸟闻眼 连忙伸过脑袋 朝灵尊湖里面看了一眼 感受到灵尊湖里面 弥漫着的浓郁无比的荒谷气息 小青鸟顿时神念渗透进去 朝着里面一扫 当发现 里面的荒谷气息的数量的时候 小青鸟整个身体 顿时 骤然一将 过了好半场 小青鸟这才 从震惊无比之中 回过神来 哼 储剑丘 我们发达了 小青鸟兴奋地 一翅膀 撞入 储剑丘的怀中 伸出翅膀 抱着储剑丘的脖子 激动无比的叫道 储剑丘 从今天开始 本姑娘要用荒谷气息泡澡 泡你个小傻鸟 储剑丘文言 伸手一把将它抓住 美好气地说道 真以为有了这么多荒谷气息 你就可以随意挥霍 现在这荒谷气息最多 但是用到荒谷气息的地方 也不少 用多 以后你修炼所需要用的荒谷气息 不缺你的就是了 想用荒谷气息泡澡 你做梦呢你 以前由于荒谷气息 功不应求 除了把荒谷气息 供应给玄剑宗的各大高手 和各大战部之外 很多地方 储剑丘都是能省则省 除非关键的丹药 或者灵符之外 平时的炼丹制服 都很少会加入荒谷气息 但是现在 倒是可以把这些荒谷气息 拿出一部分 给秦妙烟的丹坊 纯鱼石的炼气坊 和工业灵的浮阵坊 进行炼丹炼气和制服布阵的研究了 储剑丘 你现在有了这么多的荒谷气息 本大爷的那一份 你总不能再苛扣了吧 轻衣小童不知何时 也悄悄摸到了附近 此时终于忍不住 开口说道 放心 少不了你的 储剑丘此时心情不错 难得的 给了他一个好脸色 轻衣小童闻言 这才松了一口气 若是有充足的荒谷气息供应 他恢复元气 也能够更快一些 当见到这一次 储剑丘从荒谷大陆中带出来 如此众多的荒谷气息的时候 轻衣小童心中 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 他心中 一直都有一个心愿 期望着有朝一日 能够再次返回那处战场 他想看看那个家伙 是否还活着 虽然 那家伙还活着的几率 极低极低 当年那场大战 实在太过惨烈了 虽然 那家伙的势力强的没边 但他的对手 也同样是恐怖无比的大能 当初 那家伙最后批出一件 把他送离那处战场的时候 他最后看到的一眼 是那家伙 被对手一拳 轰在身上 整个身体 都炸裂开 承受那么恐怖的异击 那家伙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能 活下来 但是 他不亲自再去看一眼 他心中 总是不甘 虽然 他是那家伙 使用的一柄长剑 但是却伴随了 那家伙 无数的岁月 名义上 虽然他只是一件兵器 但实际上 他和上任主人 却是生死相依的挚友 两人曾经 相伴纵横 诸天万戒 曾经有过 无数次的并肩作战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那一战的最后关头 他的上任主人 在明知自己 必死的情况下 批出了 自己的最后一件 重创敌人的同时 也把他远远地 送离那处战场 不想他 也一样陨落在 那处战场中 轻衣小童 在那一战之中 受创极重 若不是遇到 楚剑秋和 混沌之尊塔的话 他或许永远 都无法再次苏醒过来 但在偶遇到 楚剑秋和 混沌之尊塔后 他先是经过 混沌之尊塔第一层 那个中央阵法的瘟氧 使得他那残破的 几乎彻底灭绝的本源 逐渐得到一点恢复 最后 随着楚剑秋的修为的提升 对他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 使得他的灵性也开始逐渐复苏 最后 直至能够显现出来 而现在 当见到楚剑秋 这次带出来如此众多的 荒谷气息的时候 轻衣小童才真正看到了 恢复巅峰的希望 而那个在他心中 潜伏已久的念想 也再次重燃了起来 楚剑秋在那一百万缕的 荒谷气息之中 首先拿出十万缕 给金龙分身 随着金龙分身 不断炼化荒谷气息 混沌之尊塔 第二层天地的浓郁星光 再加上 在半部飞生镜的 强大肉身的滋养下 第二分魂的生魂强度 每天都在以一个 极为迅速的速度 壮大着 如今的第二分魂 在神魂强度上 已经差不多接近 大通玄境后期了 如果不是金龙分身 炼化的荒谷气息 大部分都被金龙分身的 肉身抢了去 在如此巨量的 荒谷气息的支撑下 估计第二分魂的 神魂强度 早就已经达到 大通玄境后期 强者的程度了 但这条金龙遗骸 经过了数十万年 岁月的流逝 虽然肉身保存了下来 但是力量却已经大量流失 如今遇到荒谷气息 这具金龙分身 犹如九旱的土地 炸逢甘尼 所以便拼命地 吸收炼化的荒谷气息 留给他第二分魂的 实不存一 楚奸秋看了一眼 横垫在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的 这条巨大无比的 金龙分身 心中不由游几分无奈 这条金龙分身 庞大的身躯 和极高的修为 要想让它恢复到巅峰状态 投入的荒谷气息 也还不知道需要多少 好在 自己有混沌之尊塔 和荒谷气息 否则的话 要想真正掌控 这具金龙分身 自己估计至少都得花费 数千年 甚至上万年 而在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那些浓郁星光的滋养下 有大量荒谷气息的补充下 这时间明显可以 大大的缩短了 接下来 楚奸秋又分给了 小青鸟和青衣小童 五万缕荒谷气息 剩下来的八十万缕 则是交给了夏幽黄 让他的户部 来分发给玄奸宗众人 在海量荒谷气息的支撑下 玄奸宗的实力 顿时发展得更加迅猛了 高和前辈 这是一千缕荒谷气息 还请收好 韩幽欣把一千缕荒谷气息 交给高和昌 微笑着说道 前辈不敢当 现在姐姐 直接叫老儿的名字就行了 要是看得起老儿的话 直接叫一声 唱老哥也可以 高和昌 连忙说道 他结果谈忧心递过来的 一千缕荒谷气息 脸上乐开了花 在玄奸宗的这段时间里 每隔几天 他们就能够收到 一部分的荒谷气息 日子过得滋润无比 在这大量的荒谷气息的供应下 高和昌 这段时间的修为 以一个难以想象的速度 嗖嗖嗖地 往上飙升 高和昌感觉 按照这种修炼速度 自己用不了一两年时间 估计就又能够突破一重境界 达到半步大通玄境了 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 隔在以前 高和昌 简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这种滋润无比的日子 让高和昌过得乐不思熟 他也绝口不提 去探索远古遗址秘境的事情 说实话 即使进入远古遗址秘境中 所得到的宝物机缘 也未必能够比得上 荒谷气息这种 神庙无比的天地质宝 以高和昌的眼界见识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在修炼效果上 能够和荒谷气息相比的 天才地宝 高和昌此时大为探服 自己当初的英明神武 要不是自己当初狠下青睐 拿出了高和王朝百万年来的积累 将近一半的七品零食 拿来给楚剑秋送礼 他们高和王朝在玄剑宗 绝对得不到如此高的待遇 高和前辈客气了 谭幽欣微微一笑 说道 看着高和昌那副猥琐的样子 谭幽欣心心中不有一阵付费 这老二真是好不要脸 都不知道是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了 居然还叫自己姐姐 亏得他也叫得出口 对于高和昌这种修为高达 小通玄境巅峰的强者 谭幽欣除了保持表面上的客气 和礼仪之外 对他可没有半分敬畏 在玄剑宗 可从来没有根据实力的强弱 来划分地位的高低的 即使是面对南宫燃雪 此等实力的恐怖强者 谭幽欣同样也能够不卑不亢 前辈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那晚辈就先告辞了 谭幽欣拱手行了一礼 说道 贤子姐姐不禁来坐一下 喝杯茶 高和尚文言连忙说道 他满脸堆笑 整张脸 犹如一张绽放的菊花一般 讨好之意 异于言表 在玄剑宗的这段时间里 他可是打听到不少的事情 谭幽欣是属于户部大掌柜 夏幽黄的属相 掌握着玄剑宗的资源供应 这样的大人物 他自然是要想方设法地讨好 不了 晚辈还有其他事情要忙 就不打扰前辈了 谭幽欣微笑着说道 随即 他向高和尚告辞了一声 转身离开 贤子姐姐 有空过来坐一下 见到谭幽欣离开 高和尚挥着手臂 对谭幽欣的背影 叫道 高和盈秀见到这一幕 终于忍不住了 老祖 能不能要点脸 你再这样 我都不敢出门见人了 高和盈秀看着高和尚 埋怨道 高和尚的这番举动 也太不要脸了吧 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 高和尚居然是这样的人 高和尚在玄剑宗 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把他们高和王朝的脸 都给丢尽了 嘿嘿 秀儿 你这话就不对了 脸能当饭吃吗 你是不知道 玄剑宗对我们高和王朝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可是 我们高和王朝自立国以来 从所未有的大机缘 若是能够抱紧玄剑宗的大腿 以后我们高和王朝 在整个天武大陆 都将会有一席之地 高和尚 微笑之中 带着从所未有的认真 说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